Is this a New Year's Eve celebration in Kazakhstan? VVTV欧两岁啦 欢迎收看今晚的超级 走开 很不错啊 你看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就是电影功夫中的一段 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女孩 是这个功夫电影中最年轻的女孩 因为她在剧中里就是有一镜头一直在吃棒棒糖 所以呢 今天我们很明显 大家看到了有斧头舞 还有我们的棒棒糖 就叫醒来的是谁了 对 可以说通过功夫这部电影一炮而红啊 很多观众都想这么近距离的一睹他的方容 而今天现在观众的所有的观众都来自天使达手机公司的员工 欢迎你们的光临 好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起来 移动手机拨打12590681858呢 可以下载我们的祝福一整年 同时呢也有万数的彩铃和彩兴在这里等着你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 让我们掌声欢迎本期的主角黄胜一小姐 美女你好 漂亮吧 漂亮 看我们上海人长得漂亮 有 上海老江是吧 哦 是啊 今天黄胜一来到我们节目非常高兴 因为他很少上类似的访谈节目 那我们就好好来采访一下 对 你跟我们两个人聊天不会有那种无聊的感觉 你会觉得 哦 怎么那么快就完了 再聊两个小时吧 好吧 好 走入今天的金嗓子 超级小门 电影功夫里脱影而出的幸运女孩黄胜一 真想开公司啊 刚赚了一点钱 我是不会去花钱 就像现在女孩买衣服啊买首饰那样 我会把它存起来 然后我就买房子啊买股票那样 至今为止也就买过一个股票 但涨了 它涨了还挺多 涨了60% 哎呦 我觉得谁要取得他太幸福 又漂亮又会演气赚钱 然后实在演不东西了还能够做生意赚钱 对 可别随便嫁出去啊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价值 您可打在手里也不要随便讲 下面有一件事我们希望你给我们一个解释啊 因为这是发生在最近的事 这个是一张报纸 然后偷拍的黄胜一 跟一位很帅的男士 上面写着高调参加圈的人 就叫黄胜一 杨子双双赴宴 哎 这是不是到底杨子是不是黄胜一的男朋友 那那个黄胜一是吸引你的那种女孩吗 会追求黄胜一吗 黄胜一你会追求杨子吗 哎 哎 今天坐在我面前的是黄胜一一位新人也是美女 我相信戴军今天和我都会特别有情绪吧 其实我们两个为那个开场啊 我们编排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这么设计呢 我听说他是个慢热的人 慢热 慢到什么程度 就比如说你碰到一个陌生人 你要多少时间才能熟悉起来 陌生人我就不会怎么讲话 就属于 所以很多人没有见过我 或者不是很了解我 或者觉得我很冷 其实我私底下是很喜欢聊天 然后跟好朋友是能够不停的在说 然后以前跟他们聊天 他们都插不上话 我就从头讲到底 但是不认识人我就会一句话不讲 所以还反差蛮大的 黄胜一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啊 哪一届的呀 毕业就05年的 是01级05届的 他等于是去年才大学刚刚毕业 真的呀 他前两年级很红的 等于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开始拍戏了 是这样吧 功夫是上学的时候演的 是的 有点像赵薇 就是属于那时候在学 在校期间被借出去拍戏 然后火得最快了 电影学院还比较松了 在这方面 还是二年级就可以出学了 千万不能说比较松 对对对 比较包容 比较支持 对对对 你看你孩子不会说话吧 你看我们这早上社会十年 就知道该怎么说了 要么都说电影学院的老师都很开明 对 也很真傻 知道黄胜一 你现在又放松一点没有 放松一点 今天来到我们这里 要打破大家一直以来一个观念 就觉得黄胜一给我们的感觉很冷 其实他是很热的一个人 黄胜一给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然后通过他的同学和他的一些玩伴 我们采访到了 那我们听一下 听一下 因为第一次见面大家还不熟 都不懂说话 然后那双大眼睛一直一直看啊看 也不太了解他的底细 然后我觉得他身上散发出一种 怎么讲 叫霸气 震慑人的感觉 就是感觉他好像不是特别容易接近的那种人 冷冷的 只能远远的观看他那种美丽 但是你是无法靠近他 是那种感觉 即将那个时候 我们班上午 上午是开了一个班会 就是每个新生要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互相认识一下 反正我是认识黄胜一了那时候 然后这下午 就是去逛街 然后我在200米之内 我就看一个女孩 我觉得 哎 这女孩好像是我班的 然后那样跟我妈妈说 我说哎 这女孩是我班的 挺漂亮的 但是等我刚刚跟她说话的时候 这姐妹从我旁边走过去了 不然上午刚刚见完面怎么笑 我今天 这么亲眼不跟我说话呢 我可能那天真的是没有看见他 我看见肯定会打招呼 哎 你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劲啊 我觉得距离有点远 我第一次突然发现 我们这个舞台 跟嘉宾之间设计的距离有点远 那你的建议是 我坐过去 太过分了 黄霖你往那边了 别跟他来那么近 来来来来 导演可以这样采访吗 那你问吧 正看比远看好看 那这样的 你就坐那儿 这个一块问问题吧 好吧 好 下面一个问题来了 那 你看着人家问呀 不敢 那 那个 同学们对你的第一一下是这样的 然后刚开学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孤立你 没有 通常好怪呀 他们有没有给你提过意见 怎么会没提过意见呢 其实我要问什么问题 我偷提给你 你觉得你跟同学们熟了一点以后 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有改变吗 应该有改变吧 是我们班同学应该挺了解我的 他俩一个不知道在问什么 一个不知道在答什么 你觉得我们聊得还好吗 挺好的 不舍 回来吧 事情怎么样 小路乱撞 你当时考学的时候 你在上海读的是专业的学艺术的吗 不是 我是普通高中的 然后我上海读的是理科 而且当时 当时为什么去考电学 其实说一句比较那一点话 当时也是想能够轻松一点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 特别苦而且我是学理科的 每天晚上我们做习题就要做到凌晨两三点钟 我当时就觉得有一个这样的学校 又是可以去从事 可能也会有一些 但是又是自己很喜欢的 自己从小也学舞蹈唱歌这些东西 就觉得又是可以发挥自己特长 然后又是可以相对而言 肯定比理科要轻松 你想听听看当时教你的这个老师 他对你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就是黄胜义的事班主任吧 黄老师 还当时考学的资料 对 今天我们要披露的是这个考学主资料 好评论最好的人都不傻 对对对 我看十七八岁时候的黄胜义好不好 来看一眼 01年我们表演戏的招聘小组 在上海见了黄胜义 比较吸引我们的是他的外形 个儿不是特别高 但是特别精神 成绩还是考的比较好了 因为首先他的形象气质 这个分数打的就比较高 还有他的歌唱的也比较好 特别是舞蹈 舞蹈跳的也比较好 跳的是一个斗笠舞 就是服装也很漂亮 当时考下来 我们招聘小组 所有的老师 对他的印象 是比较好的 他会干净啊你没说 他会干净啊你没说 我可能把你起步深夜找我 as a boy on my mind and he doesn't 下一个好特别 好特别好特别 好特别好特别 on my way to the day and the night 我們在做一段訪談節目,只要是調查一下學生的心理療法 我自己沒有看過 從來沒有看過 你看自己什麼感覺? 我覺得好傻 特別是打小品 那考電影學院的時候,你的文化科的成績,其他同學看到肯定很害怕吧? 我非常可惜的一點是,我是學理科的 當選進來的時候,他的電影學院數學分數是不算的 物理化學是不考的 那體育方面呢? 體育方面好不好? 體育也還挺好的 因為我以前,我父母從小就這方面挺注意的 很小的時候他把我送去花遊泳 這是個樣板兒童 花樣游泳,加皮加的 然後還去練什麼跑步那些 所以不能算最好的 但是在班裡各方面還屬於挺好的 聽說黃盛雲現在都特別喜歡運動 所以也是他保持身材 你都會用什麼方式? 跑步 其實我跑步主要不是為了減肥 主要是我覺得適當的排汗 然後可以讓我 對,一方面排毒 另外一方面我可以有一些食慾 他想通過跑步來增肥 你聽懂嗎? 對,幾多女演員都不敢吃 我覺得吃的多了以後 就是精神啊,然後 體質啊都會好一些 好,今天黃沛雲來到這裡呢 我們下面一個板塊叫 卡巴運動時間 想要了解一下 這個女孩一直都說 她從來都沒胖過 很瘦 想通過運動多吃點 但是,今天我們找到一家獨家的照片 曾經很胖過 真的嗎? 你有嗎? 沒有吧 我記得我沒有超過90斤過 沒有超過90斤不像 看這張照片一定是個胖子 對 來,看一下 走 還說不胖 你還剛才沒胖過 那時候小時候 我小時候特別胖 胖都做不起來了 這個是嬰兒嘛,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再大一點不胖 我們帶了還有胖的照片 還有嗎? 還有嗎? 素顏的時候 這個絕對是穿了很多衣服 你知道 也未免穿太多了吧 像假人一樣 我仔細看了 臉真的很小 就把圈給吹起來了 是穿了衣服 剛才說到跑步 你還有什麼運動方式呢? 可以提供我們女性 我覺得游泳特別好 特別說挖泳啊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它是四肢等於撐開的 對,而且這個人的手 整個四肢是往拉長方向 而且小的時候 孩子去學游泳特別好 是可以幫助生長 長高 而且骨骼啊什麼都會很好 你看你的身材很修長 都是用水過濾的 它說是這樣的 就是說因為我不會游泳 我就在水裡走 他們說其實走的時候 也是一種阻力 運動的時候 現在有一種減肥運動 你在水裡走 身材也是可以修長的 而且可以對你的腰部進行減肥 我覺得游泳是非常好的運動 真想開公司啊 剛賺了一點錢 我是不會去花錢 就像現在女孩買衣服啊 買首飾那樣 我會把它存起來 然後我就買 綁子子啊買股票那樣 至今為止也就買過一個股票 但漲了 它漲了還挺多 漲60% 哎呦我覺得誰要取得他太幸福 又漂亮又會演戲賺錢 然後實在演不動戲了 還能夠做生意賺錢 對可別隨便嫁出去啊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價值 寧可打在手裡也不要隨便嫁 很多人考電影學院之前呢 還會有畢竟要走的一條路 就是拍廣告 廣告我也是讀電影學院以後拍的 你大概一共大概拍了幾十條 有 就平面加電視用 那你根本就不用家裡寄錢給你了 對 在電影學院完全能養活自己 對 其實我是 大一可能上半學期 剛到電影學院的時候 我家裡給我寄過錢 然後到了後半學期整個大二 因為工夫其實也是大二後半學期拍的 整個大一後 就沒有問家裡要我去 都是通通訪告 就是我基本的這種生活呀 就可以 發不了會存起來嗎 會 你覺得自己是個有經濟頭腦的女孩嗎 覺得還屬於有的吧 我們訪問到黃生衣的朋友了 她說黃生衣啊 如果不經商真的是 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好來聽一下 她這個特別會算計的一個 就是特別生活上特別會算的一個人 然後那會我記得 剛到北京那會兒 我們經常去淘一些衣服 幾十塊錢 然後一淘淘一包 就特別興奮拿回來 然後那時候 我要買這麼多活 她講你給多少錢 我說一百塊 你買貴了 我買只要五十四十 然後你下次跟我去 然後跟她在一起 你聽她講價 你就特別怕挨打 你知道 人家要一百塊 她說十塊錢 我說這個太靠譜吧 她說沒問題沒問題的 然後就跟講這個我很明白的 以前我也這樣做的 就搞得很專業 我看到一條牛仔褲頭漂亮 我說說黃人衣 你幫我砍 我揭揭 包在我身上 他一直砍一直砍 他能夠 基本上是對半轉個彎吧 就是砍的那個老闆說 你下次別再來了 下次別再來了 走吧走吧 就是這樣的 等他拍了幾部戲以後 他經常跟我聊說 郭真我們倆一起開一個 影視文化公司吧 都很吃驚 因為這是我突然沒有想過的事情 她把名字啊 位置啊 包括要做的某些工作 一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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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條理的擺在了我的面前 她說怎麼樣 我們倆一起做 我覺得她 就是有點像 呂強人的這種感覺 看得出來 說得都實質嗎 還蠻實質 就剛剛說 還價什麼的 我是覺得很有樂趣 倒不一定說這個東西 買回來真的有什麼用 我就是覺得在這個 討價還價的過程中 挺有樂趣 而且我可以 看出這個商家的心理嘛 包括她剛剛說 那個老闆說 你下次 你不要再來 她肯定心裡不是這麼想 她還希望你來的 來一百塊的東西 你要砍到三次 跟段君卡一下 段君是老闆啊 小姑娘我看你講得漂亮 我賣給你五十塊錢 我平時人家來都是一百 真的 那就二十五吧 二十五搶啊 你到隔離去看看 我才不賣了 我們夫妻戴也挺不容易的 那你說的最便宜多少錢 三十五 四十八 三十五太貴了 四十八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你說你給的價 我剛說了二十五嗎 你又說不行 二十五真的不行 那二十八 你當你想不想買嗎 想買就給的價 我不想買跟你說了那麼久 幹什麼 你說你最便宜多少錢 你給個最低價 我再賺點不行 我再回來 三十八 你不麻煩了 累死了 像你這樣 商家跑來就說 我給別人一百 給你五十個 那絕對還能砍到二十五 就那樣 你要不說那幾塊 我故意就說五十 哎呀 你開的挺好 所以想請教請教 開公司太累了 其實當時跟他聊也是說有一個這樣想法 但我總覺得自己各方面還不是很夠啊經驗啊 現在還想開嗎 還想 那有沒有想過去買一些債券啊 你投資股票啊 你這麼有那個朋友啊 房財啊 有 我記得我 我 我為什麼說我挺不像女孩的 我那個時候 剛賺了一點錢 然後我是不會去花錢 就像其他女孩買衣服啊買首飾那樣 我會把它存起來 然後我就買房子啊買股票那樣 其實我倒不一定要去住 真的是當時覺得可以有升值的潛力 但買了衣服買了首飾 但是買回來就是貶值了 我至今為止也就買過一個股票 那漲了 那漲了還挺多的 漲60% 啊 你買的時候多少錢啊 嗯 買的時候是5塊 然後8塊多 哎呦 我覺得誰要取得他太幸福 又漂亮又會演戲賺錢 然後實在演不動戲了 還能夠做生意賺錢 對可別隨便嫁出去啊 你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價值 您可打在手裡也不要隨便嫁 哈哈哈哈哈哈 因節目需要招聘編導 編導助理網站開發 好今天除了現場的觀眾 還有人通過我們這個 周大聲珠寶超級問答 移動手機的這個方式 來問黃盛宜一些問題 因為大家拨打的是移動手機 12590681858 我們來看第一套留言 喂黃盛宜你好 聽說你歌唱得不錯啊 現在那麼多演員都開始兼職當歌手了 你看李靖跟戴君也出單曲了 你有沒有出唱片的打算啊 那你有想過出唱片嗎 原來也有這方面的計劃 那現在也準備在做 但我還是覺得我不會很急 雖然現在有很多人都是勸我快點去做這個事 但是我還是希望可以成熟一點 一下子做個唱歌 想啊 對呀 太好了 我唱歌就是特別不舒服 你其實最選擇誰的歌啊 李文啊 許如雲啊 許如雲啊 他唱的都是 如果雲知道是吧 嗯 是誰的 如果雲知道 我跟妳一起唱吧 好 如 如 如 欸怎麼哪個調啊 我會不會知道 想你的夜晚晚好 想你的夜晚晚好 每次心痛過一秒 每次呼喊過一秒 每次呼喊過一秒 只聽見心在乞討 你不會知道 嗯 唱歌的唱歌好棒啊 那我們來看看下一條語音短視 嗯來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喂 欸黃瞬衣能聽到我說話嗎 我特想看功夫那片子 我就想知道她怎麼能被挑中的 人家電視學院裡有那麼多漂亮姑娘 然後她同班同學裡肯定也有好多就是長得挺美的人 她做了些什麼樣的準備才被大導演看中的呀 而且周星馳也是我特別喜歡的 能告訴我秘訣嗎 喘了酸便氣 很多了 那夠什麼秘訣呢 我覺得我一路上走過來 好像很多事情我都沒有什麼刻意去做 包括考電影學院 包括功夫 當時也是回非典回到上海 正好這個功夫的副導員給我打電話說他們在想見一下我 當時我還挺不樂意去的 因為我覺得那種選秀 我不是特相信 我覺得不太靠譜 但後來那個面試的地方離我家特別近 正好就順路去的 所以當時去也沒有準備什麼 也是就是隨便聊聊 當時見周星馳了嗎 不見了 當時他們要求說希望不要化妝 穿一個吊帶去 那個時候是四月份 天還沒熱 我還沒 那時候在上海 這個衣服都是屬於 還放起來在箱子裡面 還沒拿出來 所以我去的時候 我就穿得特別不合標準 穿了一個長袖那去了 到了那邊他們還說 為什麼你沒有按照要求穿著蠟 當時也沒有特別的考題 只是就像這樣聊天 然後可能聊了什麼就說什麼那樣 直接跟周星去聊 對 你不緊張嗎 不緊張 因為我屬於也沒有特別大的期望 沒有想這個事情會成真 我本身就不是特別相信這個形式 也不覺得今天我的表現多好 就會怎麼樣 當然他當時要求我做了一些 我也是積極的配合了 比如說我們聊天 就說你平時看書嗎 看啊 那你聽音樂嗎 聽啊 那你會不會看出的時候聽音樂 當然會 那你怎麼看呢 你失敗一下 就如這些 然後說 那又失敗啊 看書還又失敗 對 其實就是這些東西 如果現在我是導演 戴君然後你第一次面試 嗯 你看書嗎 我看 你怎麼看 我拿眼睛看 有的人就會這樣 你看的是 你看的是 甚至 還有就是 就是說你會跳舞嗎 會 你會不會跳那個 什麼恰恰倫巴那種 我說不會 他說那 有個老師來教你 你能不能學會 我說那可能還可以 就 正好有個老師 那你教教他吧 所以 屬於完全的記性 想的什麼是什麼呢 出來以後多久 通知你 出來以後 我就忘了這個事了 然後隔了一個月吧 然後就接了一個電話 說 希望我可以演這個角色 對 有沒有想過自己一怕二紅 沒有 接下來 覺得自己紅了 是在什麼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不覺得自己 紅 你沒覺得突然之間身邊出現了無數的媒體嗎 你沒覺得上個超級討論就證明你紅了嗎 我覺得 就是我其實有的時候 包括現在有一些時候我也會 包括周圍人對我很鼓勵很支持 說你很好啊怎麼樣 我都會反問他們 真的嗎 我是這樣的嗎 我有這樣 我其實 而且我有個特點就是我挺少看娛樂新聞的 娛樂報導啊那些 我也不怎麼上網看娛樂版面的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現在誰怎麼樣 誰怎麼樣 因為這個戲播出以後啊 播出以後在整個亞洲地區反響都特別大 你想周星馳選的人 從最早的朱音 莫文蔚 每個新女郎 還有那個張博之都紅了 所以其實就是說這個戲 注定你能夠 就是說成為眾人的焦點最起碼 對 下面有一件事我們希望你給我們一個解釋啊 因為這是發生在最近的事 這個是一張報紙然後偷拍的黃聖衣 跟一位很帥的男士上面寫著高調參加圈的人 就是黃聖衣揚子雙雙赴宴 欸這是不是到底揚子是不是黃聖衣的男朋友 那那個黃聖衣是吸引你的那那種女孩嗎 會追求黃聖衣嗎 黃聖衣你會追求養子嗎 不過我我我還是 他倆好怪這樣 還是不敢看是吧 其實沒什麼 我們唱歌也經常看著的 我們還會唱那個廣島之戀 來來來唱兩句 唱兩句 這個不行 完全幫不了你 你自己挖了一個坑自己唱一唱 對對對 黃老聖衣嘛 唱兩句 因為他很少上訪談節目 也很少接受媒體的訪問 但是很多負面的東西出來以後 你不去反擊的話 你自己會不會覺得很壓抑 我覺得反擊的更壓抑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特別去年那個事以後 很多很多媒體打電話來 然後我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一個個去解釋 然後解釋很久以後 一我發現出來的東西 不一定是你想說的東西 然後而且越解釋 越解釋不清 而且別人又會跟人 聽又加醋 對對對 所以到後來我就覺得 最好的方法就是 什麼都不說 讓你們去想 你想想說的東西 今年是23歲 然後你跟星輝解約 然後報紙上大篇幅在報導 應該是一年之前吧 可能那個階段的角色 就覺得說黃聖衣 有點萬恩賦義 從一個灰姑娘變成白天鵝 反而要解約 你自己覺得有沒有承受 有壓力就是那種 你以前從來被 沒被那麼密集性的關注 和指責過 有其實開學的時候 也是有擔心過 被別人說 我覺得每個人 不可能是一點都不 不去在乎別人說你什麼 但是後來我覺得 真的一個很遙遠的人 對你說說你不好 怎麼樣在網上 或者在其他地方 對你本身沒有造成 太大的影響 我還是很正常的 吃飯睡覺沒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就心態放下來 就不會覺得什麼 一開始可能有點過不去 對對對 那你過不去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排遣的方法嗎 我有一個很好的 減壓的方法 就是自己跟自己說話 出生呢 出生 就會跟自己說 你不要難過 你為什麼要難過呢 你為了什麼 你不是 所謂的事情都為了 你自己能夠很開心的生活 那如果你現在很不開心 那一切都是白費的 對你來說沒有意義 現在很健康 就是最重要的 然後我覺得 你如果情緒很不好 會影響自己的身體嗎 所以我就用這種話 來鼓勵自己 而且會有兩個我在對話 那就精神分裂 我覺得這個方法 對我來說很好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 很難被說通的人 可能我 我剛剛講到我從小的教育 我父母從小就 不會用這種打 罵這種方式 都是跟我講道理 所以在很多事情上 必須要說服我 才能讓我很服務 我也很不容易去相信一個人 相信他們說的話 所以朋友也好 其他人也很難 在某種程度上說服我 我覺得最好說服我的人 就是自己 我覺得你其實骨子裡 是一個很強硬的人 很有主見的人 比如說 如果讓我在21歲的時候 做這樣一個選擇 可能我那個狀態 特別不開心 或者特別的壓抑 可是我不敢 因為我知道 我在跟一個什麼樣的人 發出一種 說一個什麼樣的話 抗寒 而且這個媒體出來 是一定對我是不利的 你哪來這麼大的勇氣 因為這個對手 不是一個級別的 對 其實我沒有想那麼多 說實話 我只是覺得 我人生的價值 我目標就是 讓自己很開心 很快樂 但是我是一個很崇尚自由 自己去做主的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是最重要的 那你有沒想過 那我就不打了 我退出演藝圈 有想過嗎 中間有產生過這個念頭嗎 有 我覺得這是最壞的打算吧 但是如果在兩者之間 讓我去均衡的話 如果讓我在演藝圈 很不開心的待著 我一定可不要待 這個郭真啊 也受到了黃勝一 那段時間的心態 聽聽他的好朋友 是怎麼說的 有一次我在香港 他在香港拍一部電影 猛龍那個時候 我跟他在一個房間裡邊聊天 我能看出來他心情特別特別糟 從我們倆在一起成為朋友 我就知道他是一個 喜歡自己 安排自己的事業 他一步一步會安排得很好 但如果說真的是 他不願意去做的事情 他如果讓他去做 他會很難受很難受 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在吃飯 然後他的經紀人 忽然給他來了一個電話 說要讓他拍一個戲 他不願意 在那個飯桌上我記得 我們吃了大概有兩個小時 有一個半小時 他都在接電話 最後他說的很激動 眼圈都紅了 那個一個階段 是他最最難熬的一個階段 他不會跟父母去埋怨 不會跟身邊的朋友去埋怨任何事情 他都是自己一個人扛下來的 那你在整個過程中 受到的委屈啊 或什麼的 不會去跟父母說嗎 我很少 就是我可能會用剛剛那個方式 我覺得我自己 自己調節自己是最好的 我爸爸一直都蠻支持我的任何決定 因為我父母從小對我教育 就是只要我做的決定 他們都會支持 然後你自己的決定 你就要自己去承擔很多後果也好 那這個事情就是發展到現在 就是已經陷入一個僵局了 也相信你自己能夠慢慢長大去 真的度過這段難關 也是我爸爸一直這樣教育 他說年輕的時候 遇到一些挫折困難 其實是件好事 在整個人生這個角度上來看 是件好事 因為我一路上走的都很順 其實一路的經歷都沒有什麼挫折 我覺得在這個時候遇到一些困難 對我來說是有幫助的 我省得以後 如果遇到困難的時候處理不好 摔更大的腳 下面有一件事 我們希望你給我們一個解釋 因為這是發生在最近的事 對呀 你看 你感覺也特關心你的事 我特別難受就這件事 你難受什麼呀 我剛才坐過去 你沒看到我的眼神嗎 大家看到 這個是一張報紙 然後偷拍到黃聖衣 跟一位很帥的男士上面寫著 高調參加圈的人 就是黃聖衣揚子雙雙覆宴 你知道為什麼他傷心嗎 就是說 這到底楊子是不是黃聖衣的男朋友 如果是這個人太不夠意思了 因為楊子是我跟黛聖衣的好朋友 對 這個事怎麼能瞞著我們呢 通常我跟他不是朋友 跟楊子到底什麼關係 真的 好朋友啊 你是好朋友嗎 沒有再進一步嗎 楊子真的是一個蠻好的 他是一個特別好的朋友 真的 特別在我遇到很多事情上 我覺得他能夠給我很多鼓勵 因為可能他有其他 他也不光是一個藝人嘛 他有其他的經歷 所以我覺得他看問題特別深 特別的準確 而且在很多事情的把握上 能夠跟他一起去交流啊 我覺得會學到很多東西 特別是對於我來講 我的成長也很有幫助 因為我特別願意跟他做朋友 這是你看過嗎 這是我看過 當時看到以後 你是什麼 什麼態度 其實我都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 我對所有的媒體 寫我好啊 不好啊 我都是很無所謂 對你怎麼有飛的 楊子是我們的朋友 然後今天呢 正好作為這個黃生怡的好朋友來現場 幫大家一起豐富一下 瞭解黃生怡的個性 好不好 來請坐請坐 我們專門找一個雙人一下吧 楊子中國劇力集團執行總裁 出於對表演的熱愛涉足影視圈 並在第一部電影《青花》中 一人分世三角獲得好評 那問一下楊子來 就說你那個黃生怡說看到這個報道 他覺得沒什麼 你看到以後你會不會生氣 我也沒什麼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一起去參加一個活動 應該算不了什麼 其實我們還經常一起去唱歌 或者去吃飯呢 那在你眼中 黃生怡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孩 她的個性 她很幸運 但是在她的智商很高 非常堅強 我覺得你像她在去年的 和星輝的官司上 我覺得她的態度就是天生的樂圈派 就她真的不在乎 你可能現在問她 你昨天一個小時之前 有什麼不開心的事 她真的是 她不是假裝算 她不是像戴君一樣了 故意想 她是真的像李靖一樣 真忘了 那那個黃生怡是吸引你的那種女孩嗎 你跟她說什麼她都不愛聽 就要問這個問題 我前面一點都沒聽進去 嗯 我覺得應該是的吧 你會追求黃生怡嗎 不會吧 黃生怡你會追求養子嗎 不會吧 那如果有個導演要找你們兩個拍部戲 你們會介意一起演 演情侶啊或什麼呢 應該不會介意吧 會有真心話嗎 對 其實 呃 心理八卤呢 那些悲文出來之後呢 很多 找她或找我們的本子 真的呀 對 非常非常多 但是 很可惜我們就是沒有妻 要有妻 其實 我覺得我要是 去演她男朋友 我演她老公 我演的會很像 我也會演的很像 這個你有什麼話要對這個黃生怡說的 你今天在現場 嗯 我覺得還是 你別老看我們呀 看著她說的 你一定要看著她嗎 對對對 不過 我還是 她倆好壞 還是不敢看是吧 其實沒什麼 我 我們唱歌也經常看著的 我們還會唱那個廣島之戀 來來來唱 來唱 這個不行 啊 完全幫不了你 你自己挖了一個坑 自己唱一下 對對對 黃小巨戀嘛 唱兩句 楊子你看著黃金一的眼睛 看著我就知道你 你帶我一下 好吧 來 你早就該拒絕我 不該放任我的追求 開了嗎 開了 給我渴望的 給我渴望的 不是 沒開 這個可以 留下 留下 留下丟不掉的名字 世界難道會 空間裡破碎 二十四小時的愛情 使我一些難忘的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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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啊 真的 不管是不是這個 無影宗的事 不管是作為朋友 還是將來有機會成為一對 我覺得這都是一種緣分 然後呢 大家可能你生活中的朋友 喜歡黃聖夜 是因為他有一個 特別好的個性 啊 但是黃聖夜呢 現在還沒度過這個困難期 我希望你還是對他 多幫助一些 說些鼓勵的話給他吧 我覺得呢 黃聖夜 他以前在這二十年當中 雖然很幸運 但是呢 他只是 學會了享受今天 但是呢 你要記住 享受今天是為了 是為了明天 我怎麼覺得想成班主任 哎 說心語話 他們班主任還真說了 啊 真的呀 他們同學和班主任都說了一些祝福的話 嗯 你好 也不是 你們你們 受歡迎 你們 你們 還沒 不 你 很想 你 跟 你 你 我 說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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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这里我们也感谢天视达手机为我们提供的MP4蓝牙手机 谢谢你们 好 看了这期节目大家有什么话要对黄晨一说的可以拨打移动手机是1259-068-1858 好 我们呢有我们的祝福一整年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手机铃声彩铃呢等着大家来下载 好 再次感谢天视达公司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本期金嗓子超级访问成功 谢谢 参加超级访问语音俱乐部就有机会赢得 由广西金嗓子有限公司提供的礼品 由周大声珠宝公司提供的奖品 情细金声我心永恒周大声珠宝 由一声珠宝提供的精美钻石饰品 一声珠宝相伴一声 天美珠宝公司提供的精美钻石饰品 自信自我源自国际品味超红基珠宝 伯洛尼家居体验馆盛大开业 天使打手机心联天地间 卡迪勒鳄鱼服饰是成功男士的象征 赛洛克香港家用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赛洛克橱柜滑开富贵 使您的生活变得更加融化富贵 北京童牛集团提供的童牛内衣 童牛内衣更新更暖更舒适 世博京都提供的世博东方领宝 世博东方领宝抑制肿瘤效果好 由乐天中国公司提供的奖品 乐天木糖醇加二配方 帮助防住健康牙齿 精彩的瞬间永久的记忆 理光超广角大便教你的选择 由北京维京珠宝首饰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 维京珠宝带走的事情 由北京龙城家具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 绿色健康人生 由北京瑰宝钻石公司提供的奖品 钻石精益无限瑰宝爱心永恒 由华善园大酒店提供的旧餐卡 由时尚杂志提供的时尚先生杂志 时尚造就先生 由时尚杂志提供的时尚一人杂志 时尚就是时尚 天使打手机心连天地间 移动手机拨打1259-068-1858 精彩礼品等你来拿 几个野人跟你合作完了以后 都来我们这里投资 爱记越深恨记越怯 古货仔 你欠我的该还我了吧 你欠我的该还我的吧 你那是大哥我是烂子 你是小弟 来来笑面虎啊 你欠我的东西 你应该还我了吧 你欠我的应该还我了吧 神经分裂的 多热爱表演的 你欠我的东西 你应该还我了吧 我好像欠他一个一张骨 他要上厕所 来 我热爱的怀念 放在我心肯 如果要往来 千难万难 断路福气